我们这节理解一下PR中的自动化序列 这边我们还是呢 打开我们的图像文字调整的序列 这边可以任意打开其中的某一个工程 比如我打开第一个 确定一下 那首先在这个自动化的序列中 我们有这个简单的背景音乐 然后我们的视频 我们在上一节看过 如果你要导入图片的话 你会进入到媒体浏览器 找到你的图片 比如我这边选择 这个完整渲染的这个图片 这边图片多一点 我们看到我们的图片呢 是从12345678910 大概有10张 我们将它选中拖动到下边导入 那这边可以回到 我们的原简介 然后用图标的方式去显示 这边稍微往上拖一点 那图片选择之后 我们用列表的方式来看 你知道你的图片 目前是10张 那我们在拖动的时候 有一种方式 就是说你 第一张 然后第二张 第三张 图片会按照我们拖动的顺序 进行排列 这边看到123 进行显示 那如果你要删除它的话 我们用这边的向前选择 那你可以在这个轨道上 点击一下 那么如果你不想让音频也选中 你可以在这边点击一下这个锁 锁定下音频 然后你点击一下 上面的视频都会进行选中 然后我们按下 DEL删除键删掉 再回到选择工具 那时间线这边的操作还会去细讲 这边先知道可以锁定你的读层 这边你就不可以对它选择 甚至是移动了 但是素材是依然可以在这边去听 去预览的 那我们回到起点 起点的话是零开始 我们这个序列呢 为了看到变化 我们来修改一下 序列设置 这边时间码 我们看到是23.976 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的这个帧数 我们改成一个比较容易记的数字 比如说25帧每秒 确定一下 那这样子1秒25帧 1秒25个画面 那么这个数值在跳到25之后 它就会跳到1秒01 然后继续下一个 这样我们就好计算 那这边呢 我们有10张照片 如果你按照你的顺序去选 比如你按住shift 点击第一个 再点击第10个 一起拖动进来 它的顺序就是 123456 按照我们的需求去排列的 这边选择一下 选中 然后删除 那如果你先选择第10个 再选择第一个 同样按住shift去点击 然后拖动进来 你会发现 它的顺序没有按照 19876 54321排列 而是出现了10 123456这样子去排列 顺序没有达到 我们选择的预期 那这个是pr的一个 非正常的一个选择方式 我们来删掉 那我说 我就想按照1987去排列 怎么样去做 那我们只能说 先把这边 点击下名称排序 让10在上边 然后你点击第一个 按住shift再点击 那这个时候 你在排列 就可以19876 54321 所以这个操作呢 相对来说呢 不是特别的方便 需要我们先点击排序 所以从上往下 选什么问题的 那另外还有种方式 比如我想要 1864这样去排 怎么样去选 我可以按住 ctrl键 18 那这边没有6 我选择一个4 1841 那我们再拖动的话 拖动到我们上边 那注意这边的图层 回到起点 然后我们往右拖动 但是你发现 你拖不过去 可能是因为我们 多选了一个元素 我们只选择4个图片 拖动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看到顺序 标签上1841 所以按住ctrl键 或者苹果的话 按住cmd command键去点击 这个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你试想 你几百张照片 你都这样子去选 你肯定没有这个经历 所以我们想用自动化的方式 节省我们的时间 那这边我们选择 所有的元素删掉 所以节省时间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 自动化序列匹配 但是使用它的前提条件 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序列 如果你把序列都关掉了 甚至是说 你在时间线的项目工程中 把这个序列也删掉了 那这个按钮就会变成灰色 你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我们看到 不是说这个功能不可用 是它的条件必须有序列 我们用这个图片 拖动到新建建立一个序列 然后再选中图片 把图片删掉 那我们看到序列有了 然后你再去选图片 比如我点击第一张照片 再按住shift 点击最后一张照片 点击自动化 这边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它会有一个顺序 按照你的排序 或者说按照你选择的顺序 选择的顺序 就是你按住shift去点击 或者说按住ctrl去点击 这样的一个顺序 排序的话 就是按照你这个文件 这边的名称我们看到 从上到下排 或者说从下到上排 那我们这边按照我们刚刚选择的顺序 它也自动识别出来了 你按住了ctrl或者是shift进去选择 它自动会跳到这个地方 我们确定一下 确定之前先看一下 放置的地方就是按照顺序 然后这边重叠时间先改成0 然后入点到初点 去掉默认的转场 转场我们还没有学 所以先去掉 确定一下 那你会发现你的图像 就是按照我们的顺序 这边看到1到10 这样子排列了出去 我们选中向它删除 如果你按住ctrl键去点击 比如说 第一个10 第二个7 第三个3 第四个5 第六个8 记住下这个顺序 然后再点击自动化 这边还是按照选择顺序 我们确定 可以看一下 17 35 8 非常的智能 它按照我们的顺序 进行了排列 然后我们来删掉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个素材右键 看一下属性 我们的属性呢 可以看到尺寸 但是看不到默认的时间 我们知道前边一节 我们学过编辑 首选项 时间组 我们给图像设的是 3秒钟的一个长度 而我们这个序列呢 是25帧每秒 也就是1秒会有25个画面 那我们把画面拖动进来看一下 那么你到25帧的时候 我们看到 基本上是1秒 刚好是图像的三分之一 这边我们来删除 那知道这个前期 你的这个素材的构成之后 我们再选中这些图像 自动化 这边呢 我们知道排序怎么样用之后 然后放置顺序是按照顺序 也就是我们光标定位的位置开始 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剪辑重叠 它就是你加了这个默认的音频过度 视频过度之后的一个时间 比如我们的图像都是3秒 我们1秒是25帧 我想让它有10帧的一个过度 然后每张图像 培列出来之后有10帧过度 确定一下 那我们看到中间会有这个过度 在这边显示出来 过度我们还没有学 但是可以看一下 A画面到B画面的一个过度 那么它的这个时间 我们双击一下这个交叉 这里就是10秒钟 就是我们所设置的时间 这边我们再选中 删掉我们的时间轴 再重新自动化序列一下 所以你不需要重叠的话 这边就不用设置 然后也不用勾选过度 下一个选项就是 你插入的这个静止的剪辑 它的持续时间 入点到出点 那我们这个视频 我们这个图片都是3秒一个 3秒一个 那么你选择入点到出点 就是它的开始到结束 就是3秒 所以我们确定一下 那注意确定之前 你先回到起始 选择这个命令 确定一下 那我们看到 这边3秒 6秒 9秒 按照我们的设置 进行了排列 然后我们再删除一下 那同样下一个命令 就是你指定 比如我是25帧 每秒一个画面 我要15帧 一个画面 指定好这个长度 那这个是针对于图像 确定 那注意不要犯这个错误 一定要回到起点 这样我们就知道 15帧在起点 那我们来数一下 刚好这里 15帧 然后30帧 30帧的话 刚好是25帧 加5帧 也就是1秒5帧 看到我们这个画面 非常的准确 这边我们再删除 然后再点击一下 这里有一个选项 我们看到 按照编号不可用 并不是说它不可用 是需要你先建立一个标记 标记呢 我们还没有接触过 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它的用途 这边图片的话 我们就暂时先不考虑它的长度了 我们把这个项目关闭一下 我们来打开一下前边我们用过的项目 比如我选择这个工程4的项目 确定一下 这边呢 有三个视频 然后我右键导入 我在其他的项目中再去找一个音频 比如这里有个音频 还有一些媒体 我都把它选中打开 导入之后 我把这个音频拖动进来 那我们的音频呢 都是有一些旋律和节奏的 首先这个标记是按键盘的M键进行添加 我们选择时间线的某一个位置 按一下M键 注意是英文输入法状态 那你会看到上面出现一个标记 然后我们可以再点击其他的地方 按下M键加一个标记 这些标记都可以右键进行清除 比如说清除所有标记 我们可以一边播放音乐 一边去按一下M键 追加标记 这边先暂时暂停一下 那我按照这个音乐大概的一个旋律的切换点 设置了一些标记 然后回到起点 那我们这边视频非常的多 每个视频的长度 我们看到有4秒的 6秒的 还有3秒的 但是这个标记不一定呢 就是4秒 6秒 3秒 它可能会超出你设置的标记的长度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来选中这些视频 然后我们点击下自动化序列 然后选择的方式 这边就改成按照我们这个标记 然后你使用入点到出点的范围 方式呢 我们用覆盖 覆盖就是它从你这个蓝线开始往右去走 如果你选择插入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插到这个地方 不能实现我们所需要的对齐标记的这个方式 所以我们编辑撤销一下 我们点击自动化序列 我们来选择覆盖的方式 我们这边呢 就按照编号确定一下 你会发现非常的神奇 没有编号的地方是不会加入视频的 而且视频的长度会自动 彩剪到和标记一样的长度 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问题 我们的图像呢 明显小于序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序列的设置 序列的设置是非常大的 我们看到基本上超过了4K的大小 但是我们的视频呢只有720P 所以它是特别小的一个画面 那这个是我们建立序列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错误啊 不是我们自己在编辑时候的错误 所以你的序列一定要建立正确 才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这边可以再修改一下 比如如果你改成我们这个图像和这个视频一样大的大小 确定一下 确定 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就没有了问题 所以做音乐和视频卡点的话 那我们的标记和这个自动化序列 绝对是最佳的方式 一旦你卡好这个点之后 你再去调视频的画面 做一些精细调整 绝对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自动化序列 在某些程度上 可以快速的节省一些时间 那么下面呢 在导入视频的时候 你还可以忽略它的音频 或者忽略视频 因为我们没有忽略 所以音视频一起被进行了导入 在这边撤销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序列也被撤销掉了 一定要选择我们这个序列 序列设置 我们之前是用图片去建立了 所以很大 1280×720 25帧每秒 然后这些视频自动化序列的时候 我们忽略掉它的音频 我们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视频上的音频就没有背景导入 我们看到它下边这一层 A1的音频层 没有视频的音乐 自动化序列呢 我们看到它的演示呢 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那么在很多粗简的时候 用它来快速排列你的画面 绝对是一个不二之选